有對不對 有 其實我的經驗告訴我 這個A三方加B三方呢 我們是建議同學背起來 那有些同學他在背的過程 會有一點 該怎麼說呢 會有一點障礙 他知道前面是誰 A加V 是A加V 可是他後面長什麼樣子 那如果是這種情況那怎麼辦呢 當然你說老師 那就重新推一次嘛 對不對 就重新推一次 就從A加V的三次方把它打開 進行影像去整理 就可以整理出我們要的公式囉 那除了那種方法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其實可以啊 我這有沒有學過長廚法 有沒有學過直式廚法 有啊 你廚廚看不就知道這個東西長什麼樣子嗎 跟著我一起做啊 跟我一起做一次好不好 這是國中的方法 A三方 加上V的三四方 好 我需要你們來引導我 就是 如果要做直式的廚法 上面這裡要先放什麼 你想放什麼就放什麼 重點是等一下在減的時候 如果要長得一樣才能解掉 來你說 A平方 A平方 漂亮啊 來這裡A平方 A平方乘解A 這邊就會是A三方 對不對 然後A平方乘B 會得到什麼東西 會得到A平方B 對吧 好 然後我們是不是相減 直式廚法 不就是這麼一回事嗎 相減之後 這邊會得到V的三方 再減掉A平方B 好 B 菜哥又是你啊 你覺得接下來放什麼 你要放什麼都可以 重點是你要想辦法讓下面的結構 有長的一樣的地方 等一下我相減才能減掉 所以你這邊也不能隨便放啊 你要放誰 B平方 B平方 漂亮啊 可以啊 來加上B平方 對不對 B平方乘A 應該這麼說 這個B平方乘這個B 這邊會B三方 會長得一樣對不對 然後這個B平方乘A 會得到A乘B平方 所以這邊會加上A乘上什麼 B平方 我看一下有沒有寫錯 嗯 沒有寫錯 好 然後我們再相減 直式廚法嘛 只是我們現在用代號再處理而已 相減的話這兩個減掉 這邊會變成負的A B 對不起 再減掉A B平方 好 瑞瑞哥那你覺得 最後這裡要放什麼東西 他們才會長一樣 放A嗎 A平方嗎 如果你這邊A 那這邊如果要出現A平方B的話 而且要有一個負號 這邊應該要放什麼 負的什麼 負的什麼 A 負AB啊 看不出來嗎 負AB乘上A 是負的A平方B 然後負AB乘B是負的A乘B平方 整除啦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你也很清楚知道 A三方加B三方分解之後是誰 A加B再乘上什麼東西 A平方 點掉什麼 AB 再加B平方 你有很多種方式去理解這個概念 對不對 你有很多條路 最糟糕的一條路是什麼 你就把它死背背起來 這是最糟糕的情況 當然有些更糟的情況是 他連背都非常背 有可能覺得這個好複雜 我不想學 這樣對不對 這是個人選擇 接下來我們就 有A三方加B三方 我們接下來做一件事情 我們就有交 我們這個等式裡面的VR 把它換成多少 對 我們之前有講過 時數的運算率 它不區分乙之數或位之數 它是個通用的程序 你的位之數喜歡換成誰 你就換成誰 你不要說把B換負B 我把B換哆啦A夢 它也是對的 聽懂這意思嗎 因為我們就是用到時數的運算率 它這個程序是通用的 OK 所以我現在把B換負B 你說老師 為什麼突然間 要把B換成負B 好 那你看一下 B換成負B 這個式子會變成A三方 再加上 把B換成負B 負B括號的三次方 然後會等於 來這裡是A 加上 把B換成負B 就是這樣 再來乘上A平方 減掉A 然後把B換成負B 再加上負B 再加上負B 整個的平方 對不對 我相信課本是這樣教 因為他不想從頭到尾再說一次 好 那從這邊 我們把它打開來整理 就會得到第三方 負B的三次方是誰 是減掉B的幾次方 三次方 這沒有問題吧 這負1的三次方是負1 對不對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等於是要去推 A三方-B三方的公式 A三方-B三方的公式 會長什麼樣子呢 他這邊是A-B 乘上 這裡是A平方 那負A成負B 所以變成加什麼 A-B 那負B整個的完全平方是誰 只有B平方 對吧 這個給你20秒 你想一想看 你知道我們開頭在講什麼 我們在推每個高中生都應該要會背的公式 而且要會推 不是只有背下來 好不好 A三方加B三方 還有A三方-B三方 好 課本是這樣推吧 好 那如果這個沒問題的話 這叫立方核跟立方X公式 要把它記熟然後要會推 這是我們的基本要求 記熟然後要會推 那他的心數什麼 正負正啊 負正正啊 就是反正你有各式各樣的技法 我還看過有口訣的 對不對 但是其實這種口訣都不重要 他不是我們 學習數學的核心的一個重點 重點是你要推推倒這個東西 你會推你就不用怕忘 對不對 你曉得我意思 他下面的隨堂練習 好像有點無聊 我隨便找一題來做好了 你翻到那個第16頁 來請你翻到課本第16頁 來請你翻到課本第16頁 我看一下喔 16頁的隨堂練習 有什麼可以做的呢 他說要你展開下列各式 是不是 他我們做第一題好了 第一題是A-3B 乘上A平方 加上3AB 然後再加上9B的V0 然後再加上9B的V0 這東西要你把它打開喔 所以他就問你喔 如果他只是要求你打開 其實你就暴力打開就好了 前面兩項後面三項打開總共幾項 不過才六項而已就真的打開 如果你的觀察力不錯 有些人會覺得說這個結構好像跟懲罰公式有一點關係 為什麼會有一點關係呢 比如說我如果令這個A叫做誰 令這個A叫做Alpha 然後令這個3B叫做什麼東西 如果令他叫做Beta 你就可以把這個式子改寫對不對 這個式子就可以改寫成什麼 Alpha-Beta 再乘上什麼東西 A平方就是誰 Alpha平方 然後加上什麼東西 3AB是什麼東西 是Alpha乘Beta 這個9B平方顯然是什麼東西 是Beta平方 對不對 當然有些同學他素感比較敏銳 他看到這個係數他會想說 這個東西如果令他叫Alpha這個叫Beta Alpha-Beta乘Alpha平方加AlphaBeta加Beta平方 這不是我們背過的公式嗎 這個東西就是誰 Alpha三次方 對這就Alpha三次方 減掉Beta三次方 有些人他看到這個係數他很有感覺 那沒必這樣也可以 那Alpha是誰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帶回來 Alpha三次方就是A的幾次方 三次方 然後再減掉Beta Beta Beta是誰 3B 整個的三次方 所以最後答案就是 A三方 減掉 3B的三次方 3399 然後27 是9嗎 是9嗎 3的三次方 那當然你說老師我可以不要這樣做 我直接承開就好了 承開也會得到一樣的結果 OK的沒有問題 這樣聽懂 我需要承開一次給你看 然後推出跟他一樣的結果 那如果不需要他就算了 知道我在講什麼 前面兩項後面三項用什麼率把它承開 把它打開 那叫分配率 馬次數的運算率其中之一 就是我們分配率對不對 打開就沒事了 講一題就好了 這每一題都講得太浪費時間了 我看一下 這裡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說的 嗯 你往後翻到17頁 17頁我們也挑一題來講 17頁是不是也有隨堂練習 他上面的隨堂練習他說 要你去我看看喔 因式分解下列各式 來我做第一題給你看齁 第一題叫什麼 8x3次方 再加上什麼東西 再加上1 讓你去分解這個東西 那這題型很簡單的喔 請問你8x3次方 它其實是什麼東西叫3次方 2x 2x 對2x的3次方 這個1你可以把它寫成1的幾次方 1的3次方 這樣寫沒有問題嗎 對不對 好 沒關係 初學者 咱們慢慢來 我們就令這個2x叫做誰 α 他令這個1叫做誰 β 對不對 如果我這樣令的話 那這個式子它是不是就是 α的幾次方 3x 3x 加上β的幾次方 3x 3x 4x 我們都假設所有的高中生 對這個東西是很熟的 α三方加β三方 來告訴我這個打開 不能講打開啦 這個分解之後前面是誰 α加β 很好 α加β 接下來裡面是什麼 α- 加還是- - - αβ 再加上β 沒錯 這工資要很熟 對吧 那你說老師 我可不可以考試不要設這個αβ 可以啊 你在心裡面想嘛 你就把這2x當成是某個東西 把這個1當成是某個東西 直接寫答案也不會有人管你對不對 好 但只是我用代號 可能有些同學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喔 α加β α是誰 2x 加β β是ER 所以是不是變成2s加1 這種題目蠻無聊的 但是要熟練 不要過度熟練 如果回去做100級 頭頭壞掉啊 對不對 那α平方是誰 2x的完全平方 這可以先算嗎 還是你們翻不行 4x 對 是4x平方 然後減掉αβ 所以是減掉2x乘以1 所以是減掉什麼 2x 最後再加上1的平方 所以是加多少 加1 就這樣子啊 就這樣子啊 好了 三題做一題可以吧 他剩下的題目你可以自己再練習一下 接下來我要講立題八的隨常練習 這個立題八的隨常練習 一般來說這一題會比較重要一點 因為他跟你加碼要學的另外一個主題 比較有關係 所以我要給他贊 給他幾個贊呢 給他兩個贊就好 因為其實他也不是太重要 就是稍微重要一點 他說我給你這個東西 叫做 然後 x 減掉什麼東西 1 1 等於多少 等於-2 以他當作已知條件 我們要來求 下面這兩個小題的答案 第一題 s平方加s平方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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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是已知條件啊 給這個 然後問這個 你會覺得要怎麼做 就你從小到大學過的任何數學的知識 或者方法都拿出來用 給這個 然後問這個 你會怎麼做 平方 對 這個東西 他如果做了平方這個動作 感覺上他的結構 會跟他有類似的地方 但是應該會有一個 更直覺的做法是什麼 你有沒有考慮啊 從這個地方 直接把誰解出來 把x解出來 這x肯定不是0對不對 左右兩邊同乘的x 會變成一個什麼東西 1元2次方乘式 十字教程如果不好用 你還可以用公式解 把x硬幹把它幹出來 對不對 解出來之後怎麼樣 帶進去啊 你說老師 這計算量不會有點大嗎 對 可能沒必在某些情況下 計算量有點大 但是總是可以做對吧 所以你應該要 你的策略上應該要考慮說 我能不能先把x解出來 可以喔 以這個題目給的條件 你把x算出來 頂多公式解 什麼2a分之-b 加減根號-b平方-4ac 對不對 國中有沒有學過 有啊 用公式解把x硬算出來 帶進去我也能得分的 這樣好不好 這是第一個想法 可是這個想法 在你心中可能做個參考 因為你這個係數如果不好看的話 你解出來的那個根 可能長得也不怎麼樣 帶進去你的計算量比較大 考試最重要就是爭取時間嘛 所以那個策略 也未必不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但是你還是可以參考一下囉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件事情 你應該有發現說 從他要得到他 我們好像做一個動作 可以去完成 叫做什麼 平方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試著 把這個式子做平方 當然我不太知道 你們這個乘法公式 到底熟不熟 來 x 減掉 x 分之 1 括號的平方 你們是可以直接寫答案呢 還是要用那一招什麼 令誰叫 alpha 令誰叫 beta 去做 算了算了算了 我看給我問好了 都問都白問了 我令這個 x 叫誰 alpha 令這個 x 分之 1 叫誰 beta 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就這樣做好不好 所以這個東西它就會變成 alpha 怎麼樣 減 beta 叫什麼 平方 這個總該會了吧 alpha 減 beta 完全平方 這個打開是誰 alpha 平方 對 減掉什麼 2 alpha 平方 對 再加上什麼 加 beta 平方 初學者 沒必你這樣做可以 但是你做久了 有時候你就直接可以打開 好 來打開一下 我們現在把它還原 alpha 是 x 囉 所以 alpha 平方就是誰 就 x 平方 減掉兩倍的 alpha 就是 x 嘛 那 beta 是誰 s 分之 1 所以這個是乘上 x 分之 1 再加上 beta 的平方 s 分之 1 的平方是誰 是 x 分之 1 是 x 平方 是 x 分之 1 是 x 分之 1 對吧 我們這樣寫 真的是慢慢寫 好 這個式子呢 咱們再來整理一下 這個式子可以寫成 x 平方 s 跟 x 分之 1 是倒數關係 相乘反於 1 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減2 再加上 x 平方 分之 1 這樣寫沒問題啊 一點問題都沒有啊 就只是平方這個動作 給它催漏平 對不對 那題目說 來這個東西是誰 這個東西是負2 負2的平方 所以這個傢伙等於多大 這個傢伙等於多大 4啊 不是嗎 等一下這個不是負2嗎 這一坨不是負2嗎 題目說的 負2的平方不就是4嗎 那我們這邊就得到了 來 s 平方 加上 s 平方分之 1 就等於多大 把這個負2翻過去嘛 兩邊同時加2對不對 隨時就變6 這題目不錯 為什麼 他跟你以後選的指數 與對峙那個單元的某個主題 會產生連結 所以這個題目 要會喔 好 那第一題就結束了 這個是6 可以齁 我交得很慢齁 我有刻意放慢速度 好 然後第二題他問什麼 我看一下 來這裡第二題 s 三方 減掉什麼東西 減掉s 三次方分之一 來請問這個東西 算出來是多少 是嗎 這個怎麼做 這個就這樣做吧 來閉嘴啊 來在s 三方 減掉s 三次方分之一 就是s 分之一的幾次方 三次方嗎 我這樣寫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一樣是我們那個老招 我令那個x 叫做誰 α 令 x 分之一 叫做誰 β 對不對 如果你初學者 你沒有那個能力 一口氣就把答案寫出來 我們就多種一步就好 所以這個式則 他就可以寫成 α的幾次方 三方 減掉 β三方 請問這個你有沒有背啊 有啊這個沒背 那你就 那你高一術語式這個單元 基本上就沒學好了 α三方減β三方 這個打開是誰 α減什麼 β 再乘上α平方 加上αβ 再加上β平方 對吧 你再把它帶回去整理一下 我們馬上就得到答案了 對吧 α減β 所以是 x減掉什麼東西 x分之一 慢慢寫 α平方就是x平方 α乘β 我要問你 α叫x β叫x分之一 互為導數 所以他們相乘等於多少 相乘等於1 就直接寫了 再加上 來 β的平方是誰 s分之一 不是令他叫β嗎 所以他的平方就是誰 就是s平方分之一 這樣寫很慢對不對 就很慢很慢 但是真的把它寫出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 s減s分之一是多少 題目有講喔 -2 把它帶進來 乘上 s平方加s平方分之一 請問等於多少 6 是你第一題的答案 這邊是不是6 不要忘記中間還有一個加1 對不對 所以他會變成-2乘以7 -14 這有什麼了不起 這種題目就是很 很基本的代數操作 給你30秒 懂不懂這些東西 還不要想說什麼考試會不會考 如果要當高中生這個不懂 那這樣給我一點奇怪 都蠻基本的齁 剩下題目還有習題習座 你就自己回家做練習 這每個題目結構時都差不多 我們今天後半堂課 請你翻到課本第18天 很多台灣老師這個單元 就這個部分 他會跳過去 因為他會說 根式的運算你國中學過 有理化你國中學過 所以他就直接教雙重根式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進度都不會來不及 為什麼我們學校進度會來不及 因為這個東西我要確認一下 你到底國中有沒有學好 來我們看一下第18頁 根式與分式的運算 這個一定要再講幾次 不然有些同學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來銀光筆畫起來 那個上面屬下來第二行 後面那兩個字 含有根號的式子稱為叫根式 這樣好不好 我們接下來要做根式的畫檢 根式的運算 有理化 有理化就是把分母 從無理數變成有理數的過程 這國中都學過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複習一下 國中學過的兩個性質 他這邊有講喔 國中學過的性質 A怎麼樣 A大於等於0 B大於等於0 這是你的對象 這是你的領域展開 要在AB都是非負實數的情況底下 才會有底下這兩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是什麼 他說根號A乘上根號B 他可以寫成根號A乘B 注意喔 這件事情要對目前為止 A跟B都不可以出現小於0的數字 大於等於0 好不好 這是你的對象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東西呢 他說這個你們國中學過 他講的不是我講的 第二個他說根號A 除以根號B 會等於根號下B分之A 然後特別強調這個B 擺誰都可以 但是就不能是誰 不可以是0 他說這個國中學過對不對 但是下面你要寫一個Q 這個Q我也希望你把它寫下來 前面兩個性質是1號性質跟2號性質 對不對 但是有一個是沒有的性質 但是我改口就偶爾會看到有人會這樣寫 加卡嗎 哎呀你真是內行人喔 我跟你說 這個當老師當酒了 你會覺得說這種事情怎麼可能會發生呢 但是他就真的發生了 你知道什麼叫做沒有的性質嗎 為什麼要特別提出來 因為我要避免有人把這個東西寫在考卷上 好不好 什麼叫做沒有的性質 比如說第一個 根號下X加Y 你猜有人會把它寫成誰 根號X加根號Y 對 根號X加上什麼 加上根號Y 這件事情基本上不對 可能在某些很特殊的狀態下 他等號會成立 但是絕大多數的情況下 這件事情都是錯的 那我們隨便舉個反例 來你舉個反例給我好了 你隨便舉個例子 告訴我他是錯的 根號X加根號X 有必要找那麼複雜的數據嗎 不能找簡單一點嗎 根號Y跟根號Y 根號Y 根號Y加1嘛 就數據 你要找反例當然是簡單一點比較好 找一些太複雜的反例 這個自己也覺得有點麻煩對不對 根號Y加1可以寫成根號Y 再加根號Y嘛 當然不行啊 對不對 這當然不行啊 因為根號1加1是誰 根號下1加1是誰 根號2 根號2的近似值 大約是多少 對 1.414 根號1是1嘛 根號1是1 1加1等於多少 2 這個等號會成立嗎 這當然不會成立啊 是錯的啊 沒有 沒有這件事情 你是不是覺得很好笑 誰會犯這種錯 真的有 可能不是在裡面翻 但是真的會有這種學生 他以為更號下S加Y 可以寫成更號S加更號Y 沒有 那我問你 加沒有那減啊 減也沒有 你可以自己去照反例好不好 隨便找個反例 你要注意 乘是有的 除是有的 加跟減是沒有的 沒有的性子 你不要自己隨便在那邊 幻想出來 然後就直接用下去 好不好 好像應該要帶你們 稍微來算一下 根式的運算是不是 根式的運算 其實這都國中的東西 我要講一下 來講一下 比如說 他的第一集 來我直接講隨堂練習 你知道這其實很多老師都不教這個東西 然後你國中學過 但我覺得不太轉盪 我稍微講一下 3更號5 加上什麼 6更號3 然後 減更號45 再加更號多少 75 你不要覺得這個題目很簡單 其實它是很簡單 但是 它是真的很簡單 但是 但是就是有人 考試就是算錯啊 不知道為什麼 這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嘛 沒有就這樣啊 完全就是超乎你想像啊 對啊 來我們整理一下 這3更號5 就3更號5 這個好像也不能再化解 3更號5 加上6更號3 就6更號3 好 但是你應該知道 更號45 它可以寫成更號下 大家有同學會說 老師我知道啊 45 95 45 所以開出來是3更號5 太快了 太快了 慢一點好了 來 更號45 它可以寫成什麼東西呢 3的平方再乘5 或者是寫成9乘5 這樣好不好 這樣對比真的夠好了吧 好 然後再加上 下面這一個更號75 更號75 可以寫成更號下 誰乘誰呢 沒有人打算理我嗎 好 75是25乘多少 來 3 好 接下來會用到1號性子 還是2號性子 我們都是用這些性子在操作的 1號 是1號喔 所以這個東西 下一個等式是這樣寫 3更號5 加上6更號3 減掉 2號 更號9 再乘上什麼 更號5 是用到這個1號性子 對不對 有這個1號性子 我們才能做這個動作喔 再加上 更號下 來 更號25乘3 就是更號25 再乘上誰 更號3 你知道這個動作應該是要先算 但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來 3更號5 加6更號3 更號9就是3 所以減掉什麼 就是5 3 更號5 好 慢慢寫 然後後面這裡是加什麼 加5更號3 接下來透過什麼東西呢 加法的什麼率 加法結合率啊 一個數加上自己的相反數對不對 是不是 就沒有了 6更號3加5更號3 這一題答案就是多少 11 就11更號3 有沒有覺得這麼簡單的題目 我竟然做了這麼久呢 對 有一頭說 好複雜喔 這 我用看的啊 看的我心算就知道答案 那你考試就不要出包喔 你考試如果這種題目出包 我就會不開心喔 就這樣喔 聽說這是國中的東西對吧 對吧 來我們做一題那個有理化 來做第三題好了 你看我佛心來的啊 都帶你們做 更號下什麼東西 5分之4 這個你們會怎麼做 更號5分 更號5分 你會怎麼做 你說啊 反正你不管怎麼做 一定都是用這兩個性質去做操作 你要用哪一個性質 還是你要先怎麼樣 用第二個 好啊 那你如果用第二個性質 更號5分之4 可以寫成 更號5分之 更號4就是2 我直接這樣寫 你不會生氣吧 你不會生氣吧 就直接用第二個性質 有這個性質 我們才能這樣寫 欸 分母有更號5 我們不喜歡啊 那怎麼辦呢 這叫有理化 上下分子分母同乘多少 更號5 對不對 突然間變成國中數學了 是吧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更號5乘更號5 更號5的零方就是誰 5 就5囉 所以答案就是5分之2更號5 很簡單對不對 但考試不要出包喔 我有講過喔 越簡單的東西你就越不要出包 來 那這個我把它擦掉 這個擦掉 這國中的東西有什麼好想 來下面有兩題有理化的題目 有理化你們好像也會有點問題 來 19頁 翻到課本第19頁 下面要你畫簡下列各式 第一個式子 進度會慢 就是被這種題目拖累 對不對 當然不講也不行喔 因為有人真的不行 更號2 更號6叫更號2 分之是什麼 更號6 我們這一題要怎麼把分母的更號去掉呢 也不是拿立可白把它擦掉喔 這應該要怎麼做 這要用 那個叫什麼 什麼公式 平方差 平方差公式 上下同層 更號6怎麼樣 對沒有錯 你考試就給它寫清楚 就這樣 對吧 就這麼清楚 好 寫完之後 我們好像可以稍微加速一下 就可以心算 更號6加更號2乘更號6-更號2 A加B乘A-B 是A平方-B平方 所以下面是誰 是6-2 對吧 這沒有問題 上面是更號6-更號2的完全平方 我們可以直接打開嗎 算了 先不要 直接開 更號6沒關係沒關係 我這人最有耐心的 真的喔 就慢慢寫 以前我年輕不懂事 很多東西都以為學生可以follow上 然後就這個就怎樣 然後一行就有答案了 對不對 很簡單 結果 後來我就覺得不行 有些人真的是不行 來6-2是4對不對 就慢慢寫就好 更號6-更號2的平方 更號6的平方是誰 6 然後減掉兩倍的更號多少 12 後面再加上-更號2的平方 來這個是誰 2 就這樣子嘛 寫清楚 寫清楚 有理語化 這邊4分之 6加2這邊是8 更號12同學知道是多少 2更號3 2更號3再乘2 所以是減掉多少 減掉4更號3 這樣沒有問題嗎 這樣應該不會太快對不對 這樣應該還可以 好 那最後我們再整理一下 答案就是2減掉多少 更號3 就這樣 這國中的東西 我現在其實都還沒有講到什麼高中課程 結果這堂課就要結束了 你就忘了 來再講一題 我今天連那個比大小都還沒有機會講 這進度比較慢一點 來再講一題 我把它講完了 根號5-2 分之1 加上什麼東西 不對 不是加 它是減 減掉什麼 根號5加2分之1 我問這東西是不是 原則上來講 你要做這個東西你要通分嗎 對不對 怎麼通分啊 你們可以直接通分嗎 前面的式子上下要同乘多少 根號5加2 後面這個式子上面下面要同乘 根號5-2 所以你下面這裡是 根號5加2 再乘上什麼 根號5-2 那上面這裡會有一個 根號5加2 減掉後面這裡會有一個什麼東西 根號5-2 你要當心喔 這種東西 要會做 好 根號5加2 根號5-2 根號5的平方 減掉2的平方 5-4就是1 這我們就不寫了 所以這邊變 根號5-根號5 根號5-根號5 根號5-根號5就沒東西了 對不對 然後 2減掉-2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多拿 4 4 2 OK 沒問題 按照課本的規劃這應該是國中複習的部分 其實我今天應該要講雙重更似 應該要講到雙重更似 但沒有關係 我還是把它講完了 好不好 我們就明天沒課 明天是中秋節連假 下次見面要禮拜一了 對吧 好不好 我看今天大概好像也只能到這邊 在講教區會當作幫忙一下 謝謝帥哥 今天就先到這裡 然後幫我發下一張 好